嗨晚上好 这样感觉亮一点 这样 嗨晚上好 这个地方搞得我好黄啊 真是神奇的一个地方 我发现我的iPad都没电了 给iPad充个电充个电 我今天在高卫然那搜刮了一只很好看的口红 我发现我的口红全部通通不见了 也不知道我的口红去哪了 这种粉粉的颜色我还是第一次用 真的很神奇 还有粉红粉红的感觉骚理骚气的 我在高卫然那搜刮的 他们不太适合他 他就没用一只 然后我找不着口红了 一只都找不着了 然后我就在他那拿了一只 我说挺好看的 将他明天带着 我心愿处涂 我还是没有 我第一次涂这种颜色的口红 这样感觉亮一点 但主要是我不知道这个灯的电还有多久 谢谢 谢谢 星星的奶茶 对这个颜色很有那种大姐姐的感觉 就感觉很好看 嗨宝贝儿 你不是在直播吗 你怎么下播了呀 我看你在播播的呀 你在上播我们来点麦不是 哈哈哈哈 今天的妆 今天的妆努力了 这是我画过最潦草的妆 实在是 太难了今天太难了 站着都难 这其实我想看下这什么颜色 但是我发现他甚至连色号都看不清楚了 就是空空如也的颜色 所以我只知道他是这么个颜色 然后就是他就是那种很红的那种 就是我从来不会涂这种粉调的红 还蛮蛮稀奇的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今天要早一点要早点下播早点睡 然后 就感觉明天应该会好一点 嗯 这个帽子我还是第一次戴 就大家不要太期待 我们深知我们做到我们能做的最好了 但是其实是我们能力不够 我们只能这样了 希望大家明天看完也还能夸得出我 明天有人在现场看吗 我好久好久好久没怎么在 现场听到我好大好大好大声的扣声 直播24小时 你看我像是付得起24小时流量的钱的人 那个人吗 我什么时候成了无业游民的时候 我就体验一下 我现在还要上学 我没有办法24小时直播呢 你猜 想来就来 想来就来 其实我还一直不知道你是哪里 你好像不是 你是不是本地的妈星星 放暑假 你看我们有暑假吗 24小时 是不是我怕是猝死了 等会大家所有人都来看热闹 然后24小时直下来 三个击腿 谢谢可爱表情的暖暖谢谢 真的24小时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其实我有想象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叫做那个 出门的世界 今天是帅哥吗 今天 今天只是一个身体不好的一个 病人 所以我找个很艳的口红 对就是那种 对你想想 他的人生都在做直播 我真的想我都想象不到 我以前直播24小时我要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人生二 他人生这么多年都是在镜头下长大的 太可怕了 但是不过好在的是就是 他自己不知道在直播 但是也蛮惨的 我只能说太惨了 对主要是他不知道 但说实话 对于一个知道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对出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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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尴尬了 那实在是 谢谢想喝波霸奶绿的音乐棒 我真的 最后几个小时 最后十几个小时了 我 我自己可这哼出来了 我跟你讲 我 我也想掐死我自己的 因为本来就不是什么很稀奇的歌 然后呢到时候 到时候我一哼出来 好家伙明天 哦好 明天真的没有人来看我吗 都没有人来现场看我 天呐我哼出来 以你们的脑 以你们的脑瓜 还会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吗 我才不信呢 呀你看公演和心愿书 好呀好呀 然后现在来想想心愿书唱啥 我看看心愿书吧 对明天我要跳夜碟 对明天要跳夜碟 期待吗 惊喜吗 surprise吗 明天要跳夜碟了 我终于要跳一次完整的夜碟了 哈哈哈哈哈哈 人问就是变成真的别问 真的真的跳夜碟 怎么能不信我呢 不跳 不跳就抽一位幸运观众 不是啦 不跳就抽一位幸运观众 送一个夜碟给大家看看 哈哈哈哈 我可真是个机灵鬼 反正大家只是为了看夜碟嘛 怎么样的夜碟都是可以的呀 这更美妙真的会飞的夜碟它不香嘛 你要知道美女的嘴骗人的鬼 就是长得越好看的东西越危险 像我这种就堪称剧毒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我真的很胖呢 怎么会这个样子 不一样 真的我就习惯了自己没有刘海的样子 我其实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刘海的时候长什么样了 那我们来怀悦一下我有刘海的样子 我 从出的讯息被我挥手 不踏扰是最好的最后 哪怕一句简单问候 都想到太多 都想到太多 我感觉没有刘海的样子 我跳舞都自在的许多 我不用担心我的刘海 一扭一扭的 我也不用担心她 没有 也不用让她飘起来了 她分开了 我现在跳工艳满场找我的儿反 以前跳工艳满场找我的刘海 我没刘海看起来就精明了一点 我觉得 也不会轻易被骗了 也不会轻易被骗了 我不适合完全的大光明 但是 没有刘海还是好看 还是可以的 我就是在满场找儿反 我真的是服了那个儿反了 她要跳着跳着 她就没声音了 就是你知道全世界安静的感觉吗 然后我摘了那个儿反 发现除了抠声 我一个字都听不见 然后我又开始去摸 我摘的儿反 然后我摘的儿反在哪里 就发现两个儿反都在这边了 就发现两个儿反都在这边了 我又要看下红的 这个 因为那个儿反上面是有 是有颜色的 它一个红点一个蓝点 然后是分儿子 分不同的 我还要去 我还要去仔细去看一眼 她那是哪一边 然后我就满场的找我的儿反 啊 只要给我逮着机会 我就 我就回 我就再摸儿反 就戴上了之后 发现它又没有声 我又要摘它 我真的很烦 真的 我挺想考虑一下三千块钱的儿反的 我对剧场的儿反已经有点恐惧了 之前也之前也是 之前有一次也是 唱什么 唱《恋爱捉蜜藏》的时候也是 唱着唱着它没声了 然后我就摘下来 摘下来发现除了抠声 我完全听不见伴奏 我甚至不知道那一句话就凭着感觉在唱 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黑天使也是 唱着唱着没声了 摘下来之后发现 除了抠声什么都听不见 真的好救命啊 跟大家讲一个喜报 我找到我的耳机了 在哪里呢 在我的床底下 是这样的 就是我那个床还挺大的 然后呢 可能我猜测是我上周干什么 我就把它放在我 就是我是睡在最里面的 然后我旁边是还有个枕头 然后那个枕头上躺着我的草莓熊 就是我跟他 是他闯一个枕头 我躺一个枕头 然后我猜测的是 可能我 就是随手扔在那个枕头上了 然后我又把草莓熊躺上去了 然后晚上 没事躺着 就是 就是 窗外梁在床上躺着 我又喜欢抱着草莓熊滚来滚去的 在床上跟他玩 对不起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在床上玩玩玩 把自己的耳机弯掉了 我猜测就是我在跟草莓熊玩的时候 然后草莓熊把它碰到地上去了 然后 昨天我在地上整理东西的时候 看到一根绿色的绳子 我一拎起来 发现 我带着鸡 然后我在顺着那个 那个地方掀开床面看看那个地方是啥 一掀开 看见我草莓熊微笑的面庞 气得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抱我的草莓熊 太急了太急了 都是他 他长这么胖 不是因为他 我的草莓熊 我的耳机怎么会掉地上 气死我了 我昨天晚上都没有抱草莓熊 抱了新买的肚子 所以就这样 我今晚也不会抱他的 在我为自己干出这些尴尬的事情 不尴尬之前 我都不会再抱他的了 而且你知道啊 因为因为这因为实在是被自己无语到了 所以我今天连耳机都没有带 因为我看到耳机就想到我有多无语 就想到自己21岁的人了 在床上玩娃娃 把自己的耳机玩掉了 自己还不知道 我可太好笑了 我没有新婚 我可太好笑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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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可爱的 他除了太胖了把我的耳机搞掉了之外 他还是很乖的 是一只乖乖熊 今天晚上早一点点下桌 然后我在 我去冲个凉起个妆 还能在床上画个ID上 然后得早点睡 明明就是他搞掉了耳机 我自己碰掉了 我会不知道耳机掉了吗 我碰到他 我自然知道碰到我的耳机了 那他掉了我就一定会知道的 但是如果是草莓熊碰到了他 他不会告诉我他碰到了我的耳机呀 他掉了就是掉了呀 那肯定是他碰掉的呀 我今晚绝对不会跟草莓熊玩的 我发誓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耳机 我今晚再跟他玩 我就把他投影给下来 太神奇了 实在是 我有一个新的熊织 让他看一眼我的褲子 抬个腿了 好简单 看了 我的褲子 我发现 我与我穿衣服越来越 就是 休闲了 好听点叫休闲吧 简单点来讲 就是我穿的越来越难了 我感觉我 今天我穿个卫衣 穿个黑裤子 背个包我就去剧场了 我说我跟高月然讲 我觉得我穿的好难啊 他说你也知道啊 我说我穿的也就这样 秀就随意了 他说是啊 你这其实是随意啊 你是越穿越随意了 真的 但我觉得我今天穿的挺好看的 我这件卫衣深得大家喜爱的 这件卫衣 除了在我身上出现过 他已经在剧场 在公演舞台上出现过 起码三次了 就合着除了我 大家都穿过了 天黑了你在哪里等 明天应该会穿雪 觉得没想好穿啥 不过大雪的沧场 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 真的啊我可太喜欢一位 太冷了那个后台 而且我又好虚 所以我就觉得 我穿个长秀是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的暖和 谢谢二十元来穿 我倒是没感觉到冷热起来了 我觉得我这样穿还挺舒服的 晚上还是有点凉的 谢谢 我倒真的觉得还好啊 嗯 晚上好 我绝对不可能穿西装去剧场 穿西装去 正装去剧场 谢谢北京城的那些奶茶 而且我发现我穿的袜子也越来越 就是色彩斑斓了 我以前只会买 白色黑色灰色的袜子 最骚的就是粉色 结果我发现今天 我穿了一个黄色的袜子 我觉得这个房很可爱 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个小屁孩 怎么样我抬不起了久 算了 我累了 明天我应该 明天主持有我穿什么衣服 放心我今天已经没有穿的双nike了 今天已经换了双修去剧场了 因为我现在在纠结明天新院树 我是穿着裤一点还是帅一点还是穿可爱一点 我就是在纠结这一点 我想了想我前两次新院树 都是穿到制服和可爱的裙子 所以我就在纠结明天穿啥 这是在纠结 我真的很纠结 今天新院树会有人拍我吗 如果有人拍我我就思考一下 没有的话我穿我已经去不去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跟炮灰他们商量的是 想的是大家两个两个穿着 穿着像一点 再说吧也不知道穿啥 我猜不抱着穿的衣服 它这么大 我很纠结 我要穿个衣服 但是很让人很让人纠结 我会发黄的星星啊 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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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不必啊 迷人的我吗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多远多疯多疼 都值得对他吗 多远多疯多疼 多远多疼 都有你 等我对吗 等我对吗 我看下都有什么歌 可以在那地方点到 看看明天唱的那是啥 明天唱的啥呢 你没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呀 我来吸一吸呢 让我来看看 看看 今天是直播的呀 应该是会开直播的 唱国歌不太好了 在那种地方唱 感觉不是很庄严 不要设计这种敏感话题啊 换个话题 想听点啥别的呢 就大家众所周知 我是一个比较听苦情歌的人 有没有些什么 太活泼太甜的歌 就不用推荐我了 我多半是没听过的 如果我不是我 如果有什么苦情歌 想听一点的话 倒是可以告诉我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旁 不让你忧伤 如果我不是我 如果说我也能随着 洗洗街就不唱了 我一定陪在你身旁 我好像唱过可惜不是 别难过我亲爱的姑娘 别让我特别爱你 是我跳的那个逸男屏吗 刻在我心里的里面 太赶了 我估计是来不及学新的歌的 白马 我不会中间那段敏安语 是那个吗 是那个吗 那个 一难平 想问苍天 回首却一记 什么什么过几年 不别忽离 无忧不远 可还问过 一身而泄 这个我好像全民K歌唱过 永不失联的爱 我抽抽 主要是我很单 我在想那地方的KTV 有没有这些歌 看一下我的逸男屏在哪 我真的唱过 我真的唱过 什么时候唱的 去年了 一年了 我的天哪 过得好快啊 带眼镜是个帅哥 谢谢 哈哈哈 我觉得我只要不笑戴着眼镜 我就像个帅哥 太云西我也唱过了吧 好像 对去年对抗赛的时候 对去年对抗赛的时候 就是那个喜提 喜提水灼的那个碗 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跳到这一个 好 好像要断夕阳啊 一难平消闻增天 微笑却不觉一股旧 我让我的气息好了 好了一点了 感觉没有这么的虚 我今天还蛮虚的 不错 要夸夸自己真棒 对真的是喜提水灼的 不错 忠实的粉丝 喜欢我很久了说明 突然好想你 你会在哪里 过得快了我 什么玩意儿不记得了 对那时候还没分班 所以在现在我们都是没有四八班 分班的 我们只是一块砖 哪里委屈哪里 哪里哪里需要哪里班 是我昨天也是戴着这个耳环 看出来了这几场工业 我有多随意 我每一场都长一个样 我还从来没有连着两天做同样的造型 戴同样的耳饰的 明天会让大家看见一个 近两周最精致的我的 我努力 对真的这两周 我的妆是一天比一天简单 真的我看着我的脸都觉得我的妆真的是 越花越简单 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那以前我的眼影真的是很明显有颜色的 你看现在是就是没啥颜色了 谢谢乖乖的奶茶 哇好久不见 你复习好了 复习完了吗 晚上好 明天大家如果不能来现场 可以在直播里看看我呢 期待大家的点评 好累啊 好累啊 我就是一个憋不住事儿的人 我就好想跟大家透露一下我明天要干嘛 但是我想了半天我就觉得 就是又想了一下又觉得 我找不出一个没有办法 不透露内容就讲出我要干什么的一个词语来形容 讲不了 哎你不能还没考你就放弃 还是要努力学到那一天再说自己不行的 你在天上就没有办法了 你在天上就没有办法了 我思考一下啊 就 可以说是 哎呦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会是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只是选了自己 就自己 觉得还行的 嗯 应该这样说吧 出其不易却又平平无期 就中规中矩的解决了这个东西 嗯 嗯 只是有时候我觉得他很难呢 是我觉得他就是 难的不是这首 歌也 这首舞啥的 就是 是 难的是在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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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而言是 是 是个挑战而已 就是于我的 于我的能力而言啊 不是 不是因为这首歌 有多难 你 你猜呀 你猜呀 你猜明天我要干什么 你猜呀 对呀 对呀 我就是一个平平无期的调趣味的小能手 希望就是希望大家明天能够就是 就不要太 其实 我是一个不喜欢给别人期待的人 因为我觉得没有期待就是最好的 就是大家才会觉得 哇 surprise 然后 但是我又觉得 如果我让大家期待了 我最后又做不出什么很好的效果 就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我不太喜欢别人期待 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我这张嘴 主要是因为 有些很好笑的事情我很想讲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出来 猜不出来就对了 猜对了倒是真的没有奖励的 好美 谢谢谢谢 我的本意不是让大家期待的 我只是想要阻止自己透露出一丝一好而已 我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想要分享快乐的机器而已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说 哎呀可把我急的呀 好的希望你明天不言无语 就是 平平无奇没有亮点没有特点 对 这是一个没啥惊喜的吧 对就是要是总结就是这样总结下来的 我不是想要总分享这个节目 我是想要分享一下 排练的时候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展开讲讲 就是没有办法展开讲讲 我就很很渴望表达一下下 很难说出来听听的 很难说出来听听的 谢谢星星的奶茶 今天晚上应该大概十一点就下播了 就播不了昨天那么久了 我希望明天我会带着脑子在台上 真的不带脑子太要命了 我想下我以往常在台上都干些啥 反正这一次应该是这样说的 就是 他应该是我在台上 动作最大的 就是动作最多的一次 就是我的脑子同时要记住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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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所以我就很慌张 因为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时 顾虑到A B C D E F D 你想的是什么 你可以翻牌告诉我 让我听听你猜对没有 你这样子说明天我演了 你肯定就说一句 哦 这就是我想的那个 我想想啊 这样吧 大家可以私信就是发翻牌 告诉我 你猜的明天的我要演的东西 只要猜对了 只要猜对了歌曲 或者是 猜对歌曲明白 只要有一个人猜中了 我明天晚上直播 不论破不破万 我都送大家一个晚安电台 这就是大家共同为自己 谋取福利的时间到了 看看有没有聪明人混在各位其中呢 翻牌才有效啊 多少让我转点筋腿呢是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才发现我变辫子的皮筋散了 他什么时候断的 他什么时候断的 好家伙 怎么就断了 我已经所有提示都提示完了 猜中了 两首歌要猜中 还没有撞车的 对 之前我有提示过这些歌的 就前两屏直播吧 我有提到过他在中泰还没有撞车的 两首的猜对才有哦 我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转鸡腿的小天才 只要有十个人愿意来猜 我就可以赚到一千六百八十个鸡腿 虽然这个月不凑五十万的话 我其实已经不差鸡腿了 但是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拼单队了吗 不行 你要两个都猜对才行 谢谢ACGK的姻缘吧 比如说同一个人两个都猜对哦 我会今天统一 就是翻牌都会 我不会公布答案回复大家 明天晚上 我会如果有人猜中了 我会告诉大家是谁猜中了 然后可以让那个人来挑想听哪个故事 明天可以听到走廊版的电台哦 楼梯肩版的 因为明天晚上我应该是在学校直播 我发现了人没有了凑鸡腿的那个欲望之后 我直播就开始变得心情平淡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追求了 就觉得我聊聊天 就过去了这个时间 你看过得好快 马上一个小时要过去了 还有17分钟我就要下巴了 哎我的音乐怎么停了 我真的老是变就是我是那种老是听一首歌我就会哼出来的那种 我现在那首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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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歌啊 那个歌的副歌反复在我的脑海里挥荡着 加上那个动作我就非常想要 我就非常非常想要哼出来 好几次他已经到嘴边了 真的很绝我这 好 poder 走吧 你说我相遇 重複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唱点别的歌 让我管住我的嘴 你说我像你 忽远又忽迹 其实你不懂 昨天排练的时候 老师在纠正我们跳那个动作 那首歌叫什么呀 那个会斜排交叉的那首歌叫什么 梦想什么 梦想代码 那首歌副歌怎么唱来着 就那个 这个的那个 像不知道怎么唱来了 就是自从他纠正了那个副歌动作之后 我满脑子都是那个副歌的一句话 现在我不记得了 就是每次我跳到那里 我就会想起老师纠正的那句话 我像你 我记得了 听不出来了已经 看不及 不重要 明天该唱的时候 总是能唱出来的 我虽然 我按照相我 谢谢 你 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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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一刻都哭泣 哭泣泪 忍心 我没有皮筋可以眨 其实我发现我头发长了好多了 只是我前面的头发太碎了 它才会有一点短 但是它放在后面其实长成了满桌的人 你说我想定 琢磨不定 确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看这头发就真的很碎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前面的头发比后面的头发还长 就很尴尬这个头发 我不知道我以前的短发 到底是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长度还挺好 老哥其实还好 因为之前那个姐姐她剪的那种日式的那种短发 就感觉 碎的还蛮老发 然后她就现在长了才会看起来清新不齐 你看我们是接着了 那下面的头发怎么长 应该想你这身头的头发 你说要远行 看地里伤心 看地里伤心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怕自己不能负担 怕自己不能负担 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说要远行 看地里伤心 Near日子 不让你看到空气的眼睛 真的不用担心 不让你看到空气的眼睛 一张照片 感知再见 长风的几年 永远在把你窒息一遍 残缺的诗篇 遗忘的誓言 谁让黑暗 张网不掉的脸 谢谢行不行的那一场 恨恨的烟味 两个街好几次失眠 回忆轻易带走了世界 有些从前太直面 那痕迹太明显 主歌队半句再见 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只熊猎 他还蛮重的 但是他很可爱 不知道近点能不能看见 他是这种 真的是毛茸茸的一个熊猎 不知道看看 他还有个领结 他摸起来就跟真的熊一样 毛茸茸的 然后特别可爱 他做的很真实实 我特别喜欢这个熊猎 我特别喜欢这个熊猎 他最近在我身上应该出场率会非常的高 他过千 可爱 而你在心里 他就是一只小小小小小的熊猎 要怎么道别 说这半句再见 哪有没有忘床的事 就凭他让我丢了耳机 都会永远记住他 是吧 你送我的 下周其实好多公演曲 名站位要学 但是我周二还学 比比要出去玩 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 然后感觉心情不是很好 我又很久没有可以看 所以打算周二 周二上课之后 大家试试玩 大家吃个饭 然后打算晚上回来 这样的东西可以 就是如果来不及 把全场都学出来的话 可能到时候 我看能不能生气 只上半场 行这样的 就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一周 就虽然说这八九歌都是我会跳的 但其实换了这样的位置 其实还是不反正的 就是感觉能不能学的一件事 所以 有可能学不出来 一星期我们会没有办法学出八首歌 因为老师会带大家排列 但是我又要那时要上课 我没有办法回来台 所以就是相当于八首歌全部都要我自己对着站位重新把阿姨们同意学一遍 然后跳不好的话 然后跳不好的话 我又会出现刚开始上台那种情况 在台上发懵 那实在是太尴尬了 所以为了不出现一些舞台事故 如果我最后上不去的话 可能我最后就是下周可能只上半场 非常不好意思 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自己的站位可以上全场 可是我学不下来 我会努力多学 我会尽量多学一点的 因为我那个站位跟我就是分AB组的话 A组是王妍在跳 然后B组是我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他可能也就是新人 他可能也学不下来学习唱 然后正好就是我也要上学 就AB组的话如果是 我其实一周只要上一首歌 一天公演 但是我就在想能不能说 我跟他分半场 然后两天都去上公演 他也两天都来上公演 这样子他 而且他是完全全场歌都没有跳过 他要学那么多 所以就在想 能不能我跟他分一半 大家相互捡捡 这个苦丹呢 然后把它跳下来 然后等两周 就慢慢把它都学完 我们再开始 一人一整场整场的上 这首歌叫半句再见 但如果可以我会尽量的下周 我把八首歌这样的东西 已经停下来了 我哪里找安慰 他也想跟我一人一半 但是不知道老师会不会给 因为我是那种 因为之前前几次 之前也有一次就是老师给我分了 全场分了三个一米 其实我是跳不过来的 但是 但是我又不会说去跟老师讲我跳不了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这一次 老师给我机会 我没有学下来 那下次再有机会就不就给我了 所以一般来讲 我不会说去 不想我跳不下来 真的 因为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感觉就是 还分了蛮两个蛮好的 然后全场大歌我跳不下来 就觉得 对不起老 如果我分两个这个 毕竟就是两首歌都是给个声音唱词 我本来本来以为就是重新 因为按照14号位置的情况 我应该会跳浪漫火箭 跟一个黑天使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老师 居然还分了一首《木权》 其实我就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所以就蛮想把它跳下来的 但现在新的站位我还只学了一首歌 比如说还有七首 像遗忘月时返路过前 对啊 因为腻底还真的满足 因为腻底我要找什么时候 真的我是一个声唱我会特别紧张的人 因为就是 就是那种你会觉得 你就只有这么一个拿的 是有点就是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如果我现在给你机会去拿出手了 你还把你还把它搞砸了 别人就觉得 嗨 你也就这点可以吹的了 你拿出来还这样 所以就很担心这种问题的出现呢 我是一个唱歌非常容易翻车的人 非常非常之非常 就是在老师哥哥看到 我是个非常容易翻车的人 但是很新奇的一点是 我在台上 会比我在台下唱的好 就我可能是属于那种会超常发挥 超超我平常 平常那种 平常彩排啊那时候那种发挥的 倒也不是 我是个很紧张紧张的人 特别容易紧张的人 对我跟对我跟 放弃前面唱农柴 我太紧张了 可是除了我自己 没有人知道我很紧张 我真的太紧张了 很紧张到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跟我讲句话 我可能肯定都是呆在那儿的 我觉得我这样子上午调 才会把自己搞风险啊 对啊就是这个看不出来 我很紧张 只是我特别紧张 是特别 就是如果一样找 如果就是 如果我会表现出来 我一定会成为全场最紧张的那一个 是真的 只是我是一个 我是从小学开始 我紧张就不会表现出来的那种人 就除了我自己 没有人会知道我的紧张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就是我拉二胡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整个二伙伴 去了去参加一个教室剪的一个节目 在电视台去录制 然后当时所有人都很紧张 坐在那儿 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儿 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儿 老师问 他说 他说 哎瑶瑶你不紧张吗 然后我说 我很紧张啊 他说 那你怎么看不出来很紧张呢 我说 可是我真的很紧张啊 然后从那以后 他一直就去 他就一直叫我叫淡定姐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有那个 快乐女生还是什么的 那个 苏妙凌好像是她吧 她不就叫淡定姐吗 那个时候我音乐老师和音乐老师是这么叫我的 真的我特别紧张 我是紧张的是看不出来就是那种 真的我特别紧张到我觉得 我指不住我忍 就是我忍都在等 但是我都不会让人家看出来 我很紧张的那种 要是哪天台下门真的全部都坐着布 好不好就好了 不是 哈哈哈哈 我可太喜欢布吧好不好 啊 你能说起来 这样子我就找到耳机了 那我就可以拿花 买好像用花买耳机的钱 下个月发布机的时候 给自己买一只没穿衣服的妥妮 啊 我要有妥妮了 让你在心里面 想怎么道别 草莓熊会鼓励我很棒的 可是公演的观点 是没穿衣服的妥妮 因为我要给她买衣服穿 虽然我上一次说要给 要给我们露露买衣服 但是露露到现在都还是光着的 但是妥妮不穿衣服真的很可爱 因为她的毛很舒服 就觉得她就应该不穿衣服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舒服怎么都不让人摸摸呢 是吧 嘿嘿嘿嘿嘿嘿 好啦 希望大家明天能准时 看一看我跟高瑞然的这家拍档 然后希望大家 不要让我们最后一 求求大家了 我们只要不是最后什么都好说 大家记住我不是一个奇怪的人 我只是想要有一只没穿衣服的驼尼罢了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期待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给我们多给我们一些包容 对 因为我上学的任务 大家一起排队时间太少了 但是我们真的 希望希望希望不翻车吧 对我没有梦想 我们只要不翻车就好了 对 到时候希望大家音乐翻牌 来来来来猜我的我们的两首歌 猜中歌你完全猜中了两首歌 只要有一个人猜中了 明天晚上直播 不论破不破一万一腿 我都读一个晚安电台送给大家 然后呢 然后由猜中的那位朋友来选故事 好了 拜拜 明天见 然后明天新任数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爸爸的作品 怎么不翻车 怎么不翻车 过我 反正 忘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